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繼續回來有即使攻略 和大家順便跟進一下 主要南場股今天開始無奈的最新表現 現在這刻匯控做74元 升銀6毫子 五指中移動91.9 升銀1.65 建行和工商銀行同樣升五仙 分別做6.1.7和5.42 中國銀行4.2毫升四線 港交所171.6升9毫 中人秀28元升2毫 有幫保險暫時跌3毫半 騰訊控股最新報116.2升5毫 禁煞中國39元升4毫半 長江實業升1.5 新鴻基地產跌升3.1 九龍倉方面升5毫半 只升幅1% 中海外跌2毫 二華潤置地 升2毫6指 四日石化股全面向好 中海由升幅超過2% 現在做10.4 中石油8.5毫升幅同樣超過2% 中石化升幅超過2.3 現在這一刻做6.2毫3 而暫時做得最好是 蒙牛羽葉2319 升幅至近5% 最近30.3 只要做得最差是 尼豐5494 現在這一刻跌超過1% 亦都是 開始無奈已經破底了 低位見過7.1毫3 暫時做7.2 這一節和大家細看一點焦點股份 說的是16毫新鴻基地產 看到世紀判案方面 竟然有定局 股價今早就有伏牌 現時升幅超過2.5% 暫時來說 新鴻基地產 做116.4 分析這股份 也要請來我們的分析員 先請到要財政權的分析員 探志樂安來和大家說說這股份 安來 早安 早安 好 見到相關的消息 新地方面 和前政務司司長許氏仁方面的涉貪案 上星期五經驗判案 新地的聯席主席郭炳光 其中一項控罪聚成 至於郭炳光 即時辭去新地主席 今天來講伏牌 郭炳暖會統領整個業務 見到股價方面有支持 上升超過2.5% 怎樣看股價方面的走向 是不是所有事情都陳安落定 對於股份的不明朗因素 驚而去除 的確沒錯 現階段地產股的確仍然向好 但今天新地升那麼多 某程度上這宗官司 整體研究結果 都對股價造成一個正面的作用 主要原因就是這個不明朗因素 基本上可以說的確是消化了 首先第一會留意說 究竟這宗官司和市場本身的看法 就是覺得 其實覺得本身新地管理層 被判有罪的機會相對地是比較大的 所以過往一年來講 新地的股價受到這個消息所影響 因此跟其他本地地產股比較起來 的確走勢是比較弱一點 但當然最終見到這次判案之後 只是其中一個管理層 受被判就有個有罪的情況 而整體而言 新地公司的管理層 甚至在法律層面上 都不需要負上太大的責任 所以在這方面來說 都可以說市場是造成一個比較正面的方案 看回今早上來說 都有兩份大廣報告 包括美人美林 以及李昂 都說到今次的判案來說 對新地本身是造成一個正面的作用 但是 我又覺得這個官司案的結果 純粹都只能夠帶動今早來說 稍微略作反彈 但是能不能夠未來持續上升 因為這個消息 是有個很大的不明朗因素 首先第一會留意 這個官司未來仍然會面對上訴等等的問題 第二就是始終是本地地產股 現階段雖然新判的銷售情況是非常理想 但是未來面對加息等等的因素 仍然有很多不明朗因素 再加上 雖然管理層的變動不大 沒有受到負面影響 但是因此能不能夠造成一個正面的作用 這方面是比較難的 再加上新地未來來說 都面對管理層過了這單官司之後 也有很多的挑戰去面對著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單官司 的確帶動到今天的股價略為反彈少少 但是未來來說 看法我仍然會比較審慎 雖然有個不明朗因素沒有了 但是我相信不代表股價 未來來說有條件非常不提好 看到兩份報告 好像高盛方面 就升了的目標價是145.6 維持賣入的評級 至於大摩方面 依然認為 新地方面基本面是穩健的 維持增持的評級 大行似乎唱好了 至於股價方面 也有股價的支持 都在升了這一刻 至今百分之三 現在觀眾這個時候 上來的短炒來講 你有建不建議呢 其實如果你看回要短炒新地的話 我覺得其實你說看回 本地地產股首先自己會留意 究竟是否真的好看好樓市 因為自己其實對樓市現階段的看法 都開始看得比較審慎 雖然看到之前提及到 好像說一些新盤銷售反應 非常理想 甚至看到近期來講 有些在市區的新盤上面 基本上第一天推出的時候 都馬上去沽清 這些反應都反映現階段 在香港市場上面 一些是對於買樓的購買力 仍然是非常強勁 當然對本地地產股來講 會造成一個很正面的影響 但是就會留意 其實見到現階段 一些地產發展商 普遍來講 開始不斷推出一些 一房的單位 都意味著他們都意識到 現階段的赤價是非常非常貴的 所以都意味著 購買力未必真的能夠 買到兩房三房的大單位 如果不斷推出這些小單位 從過往歷史上看回 如果這些發展商不斷不斷推出 這些一房比較細型的單位 最終通常都會出現一些泡沫的情況 所以這個風險也是可大可小 所以其實你就看回 雖然有些大行報告 對於本地地產股 包括新地在內的看法都比較正面 甚至目標價 仍然在百四元左右這些水平 但主要原因 他們看回有這麼樂觀的目標價 都是說因為公司現階段 每股資產正值 仍然相對地比較高 現階段股價對NAV來說 折印幅度仍然是比較大 大行就覺得未來會有一個收窄的情況 但假若一旦樓市開始見頂 甚至有個回落的跡象的話 這個NAV收窄的利好因素 就會大大被燒出 甚至如果樓價開始有個回軟的跡象的話 新地的每股資產正值當然會有個明顯地的負面影響 到時現階段的股價是否真的病 這方面就會有個不明朗因素 所以我覺得現階段 短炒本地地產股 新地我覺得都可以 因為你看回買樓的情況方面 他們的銷售情況也相對地做得比較好 但是就會留意 始終我覺得未來上升空間未必真的太大 因為始終第一 又未聯絕局加息這些負面影響 第二 你說未來來說 銷售的情況是否真的可以以往不斷地非常刺激 這方面我會有個保留 所以從整個技術走勢 提回 我覺得短炒 股價的而且確 短期後攝是會有個上網空間 但我都相信120元這些位置 會有個比較大的阻力 所以這些位置如果你是116元買 看120元即是看4元的上網空間 我覺得就不是非常吸引 所以我不會建議這些位置去買 但是有貨的 我覺得只要不再跌穿115元這些位置 短線來說的確可以後分估計去到120元這些位置 才會估出離場 好 剩下時間和您都跟進一下 另一隻今天來講反彈得比較大的股份 就是夢偶魚 翼2319 看到現在這一刻都升值5% 暫時是藍籌來說升幅最大的股份 上個禮拜大行就是垂銀方面 就是暢淡這隻股份 但雖然說降了目標價 但目標價都去到32.52元 換言之來講 現在去到買了還有2元的水位 看到相當股份 上個禮拜都跌了不少 這一刻又有個快反彈 我想問你 阿萊這隻來講又應該怎樣看 又好嗎 短筹呢 夢偶其實我相信 今天雖然說近這三天來講 有個很明顯的反彈 但整體仍然都我覺得 只是屬於一個技術的反彈 因為如果論基本因素 從消息層面上看回 夢偶基本上到現階段為止 都沒有太大改變 整個禮品行業上面 都是面對著上游的供應過程 原奶價格下跌 這方面對如果從事上游的業務來講 會有一個很大的負面影響 但對於夢偶來說 上游原奶價格下跌 其實對夢偶來說 都反而是一個正面的影響 因為始終我雖然說 夢偶近這兩年來 都開始積極地發展他們上游的業務 但上游業務 對他們整間公司來講 佔比真的非常小 反而說 如果原奶價格下跌 對他們下游方面 會造成一個正面的影響 在無理率方面 的確可以從中 可以獲得一些比較好的甜頭 所以從基本因素上 夢偶基本上 就一直都不會太差 但為什麼估計之前跌得這麼多 我相信始終跟估值偏高 是有個關係在這裡 雖然近期跌得比較多 現在出現反彈 但從估值上 看這些位置 都一點都不便宜 況且看50天線這些水平 大約是31.5 這些位置 也是一條中期的下降軌 如果一天的股價 還沒突破31.5 這些位置 我覺得是比較難重拾 升勢 這些位置我不會建議 同樣地 有貨的投資者暫時來說 我覺得可以透過 看看能不能升到31元這些位置 但如果之前低位買了 想薄反彈的話 如果去到31元這些位置 我都建議先行股出離場 好 謝謝你 阿奈和我們說 兩種焦點股份 先和你做回申報 提及股份自己有沒有持有 沒有持有的 提提大家 現在見到上證指數 升多了 現在升超過百分之一 升四十三點 做三千一百五十二點 恆治都恩隨感 現在升超過百分之一 升二百四十八點 做二萬三千三百六十五點 做三十三百五十一 放四十五十五點 感谢观看